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和大家看一單和糧食相關的新聞。 泰國越南現在計劃聯手抬高米價, 他們一共佔了全球稻殼產量有一成多。 泰國農業部官員在星期一說, 作為全球第二第三大稻米出口國的泰國和越南, 破天荒同意合作推高全球米價, 去改善米農收入。 泰國、越南兩個國家認為現在全球米價太低, 對於受到債務和貧困所影響的農民來說是絕對不公平的。 再加上新冠疫情和澳烏戰爭, 令到稻米的生產成本大升, 令到這些農民可以講得上是雪上加上,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的話, 這些農民可能會改去種其他農作物, 令到稻米的生產減少, 間接衝擊全球糧食供應。 外地媒體引述了泰國發言人的說法, 討論的目的包括提高全球市場的倚家能力和增加農民收入。 雖然現在無辦法確定加價措施可不達成目標, 但已經同農業戰略伙伴攜手, 行前第一步了。 不過泰國的杜米出口商工會就認為, 他們兩個國家的如意算盤可能未必打得響, 因為國際市場賣家亦很多, 加上杜米品質惡化得很快, 需要短期將它出售。 這個因素一向都令到杜米生產商很難可操控市場。 而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, 泰國越南的杜米產量佔全球10%, 出口量佔有26%, 至於受到罕災困擾的印度, 早前就考慮限制當地的杜米出口, 去保障自己的糧食供應充足。 受到七大工業國G7的評擊之後, 現在印度政府就改為考慮限制稅米出口, 它就只是佔了印度整體米類出口不到20%, 比限制佔了40%的所有杜米出口的影響輕了很多。 中國是碎米的最大買家, 主要是用來做動物治療, 部分非洲的窮國亦都會因為它的價格, 比其他米種便宜而作為食糧。 其實現在就講緊啦, 兩個國家是打算聯手推高這個杜米價格的, 那杜米最大的買家我想應該都是中國的啦, 中國人應該是吃很多米的啦。 其實現在來講, 全球都受著糧食價格的衝擊, 因為烏克蘭和俄羅斯打仗, 那麽烏克蘭的朵就叫做歐洲糧倉的。 而這個糧食價格上升亦都會令到我們的通脹是跟著上升的, 所以如果這樣計法, 糧食升、通脹升、再加上息, 其實對我們一般小市民的影響都幾大。 不過當中這個新聞都講到, 道米如果是想在市場上做一個提價或者控制價格是比較難, 因為道米的保存期都是有限的, 而買家方面應該都是知道有這一點的。 那麽如果你一路拖, 他不買, 你始終就來到保存期限的話, 你都是要出貨的, 所以有這個難點在裏。 和如果是這樣明目張膽講到明加價, 你世界其他國家其他組織一定會出來指指點點的啦。 就算你是想保障自己國家的農民都好啦, 看怕都不是那麽容易做得到呀。 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